總統蔡英文跟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見 在這會晤之前就傳出了根據台美安全單位掌握的情資 中國是加重動員的力道 要來找走路工來進行抗議干擾 而在今天這會場外呢 有大批的中國人到場抗議 尊情形連線記者婷宇 好主播 陰脈會場外 中國男子和僑胞互相扭打 引爆了肢體衝突 這名男子情緒相當激動 不斷叫囂 指著不知道是誰就開始怒罵 美國警方只能趕緊架開 不斷勸說安撫就是希望避免意外發生 現場有高舉中華民國國旗 也有高舉美國國旗的民眾 還有大批的中國人到場 有人是要來對陰脈會表達支持 有人則是要抗議場外十分吵雜 一條路兩種聲音各站一邊 穿著白色襯衫的男子疑似高舉著鏈條 突然丟相舉著美國國旗的民眾 這還不夠出腳就要踹斷另一條鏈帶 兩名警方上前安撫情緒 場外是一片混亂 加油抗議生時互相較勁 不過場內陰脈會會面依舊相當順利 以上是最新情形 時間畫面交換篷內 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